謝謝我結婚了 我已經結婚了 謝謝 謝謝大家 好多人都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線就是人 各位好朋友 這一段時間 我不管在台灣或者在海外 好多支持者抱著我 充滿了憂慮 充滿了感傷 充滿了憤怒 更重要 大家都表達了擔憂 每一次都說 台灣怎麼辦 台灣怎麼辦 未來台灣怎麼辦 海內外好多人抱著我眼眶泛紅 已經過了兩年 還是一樣非常的憂心 但我想在這裡鄭重 呼籲一句話 台灣的希望 不是在政治人物職務的高低 台灣的希望 在於善良的人民 草根的力量 激成熱情對不對 看到我們的十二位好朋友 隨便真的可以是 懶懶上口 隨便講 像我們小時候聽了一首歌 各位在說應該都聽過西螺旗塔 這首歌 大家都在唱 小時候練習 阿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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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作夢都沒想到 彰化居然還有東螺旗 我們雲林的小姐 民主年駕到東螺 在大家懷疑 在嘲諷 嘲諷 嘲笑的眼光中 二十多年 把這條西螺旗很擔心 請問 這樣你的精神跟草根的力量 是多麼的了解 像我們 真的 像我們 尤文教授 全世界 統一有一位 明明是生患小兒麻痺 但是 苦心練建道 練到國際七段 再結合查一根草根 這位好朋友 本身是生障子 在學習建道的時候 付出的辛苦 要數倍 這是什麼樣的精神跟毅力 再看我們新巨人陳理事長 本身是身心障礙 他還 幫其他身心障礙者 建了個一道網 這道網是讓他們 能夠有一口飯吃 能夠安身立立 更重要 不要讓其他身心障礙者 繼續沉淪 這是多麼的了不起 再看我們臭豆腐花蓮 今天來了楊總事長 楊德滴先生 媽媽賣臭豆腐二十年 自己賣臭豆腐三十年 不停的研發 怎麼樣更可口乾淨安全 味噌好吃的臭豆腐 給消費 整整三十年 我去他臭豆腐工廠去採訪 真的是感受到他們對臭豆腐 這份小小的街頭小吃 所投入的精神 實在是真的 真正了不起的 臺灣基礎炒根 這種對工作熱愛 對工作負責 對消費者負責任 這種表現 我看到狗菩薩 我們有個親先生 自己的癌症 人壽保險公司理賠 獎取一百萬台幣 他再把這一幫 我就隨便講 我們小歷史 很多很多改人的小父子 我們華樹銀行 愛護我們臺灣的樹木 兄弟姐妹一起做 把苗跟種子種在這裡 就是希望臺灣原生的 這些植物 能夠保存起來 也是一二十年從 所以我說各位好朋友 我們感恩的心 這句話 是發出我的內心 臺灣的偉大 臺灣的光亮 臺灣的正能量 絕對不是在政治人物 而是在這些偉大基層草根 在人民身上 對不對